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的話 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是Sandy郵給我們 再學生的嘉賓就是要財政圈的分析員 李慧嫻的Hannah 你好 你好 Hannah 看看大肆表現 見到恆子下午回來聲勢就擴大了 見到恆子現在升了293點 升了1.49% 去到204點 其指方面升了260點 暫時低水52點 去到19949點 國企指數方面升200點 去到10552點 升了接近2% 見到今天下午回來的勢似似乎利好 見到港股就穿了20天線 後市來講動力是向好 還是還是要繼續看著成交的麻煩呢 你說看昨天開始見到港股在尾段 其實開始抽高接近100點收市 其實當時有成交配合 再加上看今天都理好 港股方面其實有一個是裂口的高開 雖然你說的幅度不算太大 技術上現階段來講 重上就是20天線 初步來講其實形態上算是向好的 但是都要留意一下 始終都是半咒 今天半咒的成交 直至目前這一刻為止 才得過370億 似乎就不算是太大意味著 買盤其實是有的 但是你說是否很充裕呢 現階段來講都還未見到 你說看回後市來講 其實見到近段來講都在炒 就是內地方面有機會鬆緊銀根 這一方面有機會下調回存款準備金 你說就是看回有關的一個衝勁下 預計港股其實短線來講 有機會會做好一點點 但其實我自己對後市來講 都仍然是一個審慎的態度 畢竟你說看回歐洲方面 似乎都還是有多少不明朗因素 尤其是你說看回德國方面的一些投票 再加上美國方面 例如你說星期四晚奧巴馬方面 就這個是振興就業的一些措施的講話 究竟你說實際上 措施能不能夠帶給市場驚喜 其實我自己都全有一個疑問 所以你說看回現階段來說 你說反彈的行指反彈的目標 初步來說會放在20,500點 你說看20,500點的阻力其實都比較大 當然你說看回 暫時來說 你說穿了50天線都仍然可以衝景向上網 但都要留意回調的壓力來說 相對來說 我都怕你說日後來講 歐洲再爆出一些負面消息 其實不排除真的有機會回回市 就是講的 就是19,000點大關的水平 好 謝謝 另外剛才Hannah都講到 現在市場就講到 內地可能鬆銀根 見到今日內銀股升了上來 另外內地股市 今天都有顯著的反彈 見到上席綜合指數 三大指數方面 升幅超過1% 現在的升幅是介乎1.46% 至到1.81% 上席綜合指數就升了36點 去到2,506點 護深300指數升45點 去到2,768點 深淨城市方面 升194點 去到10,973點 其實見到內地股市 戶指創了14個月的低位之後 今天有個明顯的反彈在 其實會不會見到內地股市 炒鬆銀根的政策 又或者利好消息 可以持續多久呢 但你說看回現階段來說 你說中央方面 近日內地的股市走勢 似乎都要看回 究竟中央方面 有沒有機會進一步 就是鬆回它的銀根 你說市場在憧憬 在接下來方面 中央有機會下調回存款準備金 其實我自己對這個憧憬 其實不是抱太大的一個期望 畢竟你說 早前來說 才是中央將存款準備金 納入了要交存款準備金率的一個範圍 你說看回未來的半年 就是內地的銀行業 需要向上交 約會是6000至9000億人民幣 那麼多的一個準備金 你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早前才在抽緊銀根 你說下一步會不會 那麼快就鬆回存款準備金 我自己看未必會的 你說最有機會實施些什麼 就是有機會取消差別準備金率的一個 就是對待 因為我看到早前來說 就是銀行 人行方面 就是針對一些放太過快的一些銀行 就是實施一個差別準備金 需要有關的銀行 就是要交額外的一個準備金 你說看回 當你現階段來說 就是整個市場上 那個銀根在偏僅的情況 你說就是外面一些 在中小企借不到錢的情況 其實都會 就是對某些銀行 尤其是針對中小企的銀行 你說就是鬆回它的差別準備金 你說這個是措施 其實這個實施的機會相對來說 是比較大 當然你說看回內地股市 看到就是近日來講 其實都是早前來講 都維持一個持續沉底的形態 甚至你說昨天來講 一度就是試乎 就是挨近2450點的一個低位 你看到你說 就是看回昨天的低位 其實跟8月9日的低位相對來說 是比較接近的 形態上今天來講 有一個是反彈 形態上似乎就是 有機會營造一個小企的形態 當然你說看回現階段來講 都仍然是受制了 就是條10天線 即是挨近2550點 你說短期的反彈 預計上都有機會是存在 但是說 上行方面 就是2600點方面的一個阻力位 相對來說是比較大 謝謝 另外我們又看看半日拔空的一些數字 就見到股票拔空的總額 半日來講有24億 拔空股份有389隻 中移動和聯通就佔最多 中國移動就有1億7千萬 而中國聯通有1億3千萬 佔拔空總額分別是7%到5% 另外佔股份成家方面 中移動就佔1成6 而聯通方面就佔3成3 不如看看今天電訊股表現 見到中移動方面升7毫 去到80.7 中國聯通升2毫 6報16.62 中國電訊跌3千 去到5元 見到今天兩隻的內地電訊股 拔空數字佔的數據都比較多 尤其是聯通佔股份成家有3成3 其實中移動昨日來講 佔的拔空數字都多 佔整個半日來講 股票拔空總額有9% 其實後市來講 大家是不是都看淡中移動呢 你說看回中移動來講 其實我自己 就未至於說看得太淡 因為現階段來講 整個市場都仍然是 受到歐洲方面的債務危機 以及美國方面 就是一個經濟倒退 經濟增長下滑的 風險所群擾的情況之下 你看回資金方面的投資策略 偏向來講 都是一個是保守為主的 你說主要都會選一些 就是現金流比較穩定 還有說是業務的增長前景 是比較樂觀的 比較明朗的股份 你說當中見到 比較多資金 其實流入了一些 就是中資的一個電訊股 所以你看到近日來講 就是相對來講 股價都受惠到避險的一個因素 就是一個是跑贏大市 當然你說看回股值來講 現階段來講 80元 其實是中義動來講 差不多 就是一個是倒價的情況 但是你說 究竟不會大一點 我自己看未必會 因為始終 當你整個市場的避險因素 就是這麼強的話 你說看回 就算是跌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你說挨近77元至75元的水平 已經有一定的 是比較強的一個支持位 當然現階段來講 就是升穿80元 那究竟投資者 應不應該追入呢 我自己看了 你說如果 你說那些錢 相對來說 是想避險的話 相對來說 遲回現金來講 你說避險會比較好 你說再買入中義動來講 你說後市來講 再大升的空間似乎 就未必會說太大 我建議都說 持有的 其實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你說如果沒有貨的話 投資者在現階段這個水位 其實就 追入來講的風險相對來說 會比較大 好 麻煩了 但是近期的三隻電訊股之中 不斷有大行 就是唱好中電訊728這隻股份 就得銀 就將中電訊的目標價 在9月頭的時候 由5.7條高到5.9 給它評級是一個買入的評級 最主要 其實大家都說到 其實現在中電訊目前的股值 都未全面反映它的收購資產 以及引入iPhone這兩個催化劑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買入 這隻比較落後的電訊股 你又怎樣看呢 中電訊的前景相對 中移動來說 其實短線來說 會走得好一點 因為除了iPhone方面的衝景之外 實際上 看上半年3G方面的上客 都看到它增長加快的情況 而有關的一個因素 其實還未是 就是股價方面 就是有一個反映的 所以現階段來說 股價能夠守得穩 就是埋近4.9的水平 其實仍然都有機會 進一步向上 就是向上挑戰 5.2至5.3的水平 現階段來說 初步來說 可以將買入價 擺在4.9的水平 當然 如果跌穿了4.8的話 短策來說 都建議先行止褫 好 謝謝Hannah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回來 仍然都是發達廣場的環節 就會跟Hannah繼續看著大事表現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給我們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見面